而且在农村吃习以后非常有食欲 大家都是抢着吃的 在城市大酒店吃习 不仅那个菜不好吃 而且全是虚情假意 大家有没有在农村吃习的经历 你看农村宴席呢 它的卫生条件看着不咋地 但是你细细研究一下 你会发现 它很少有人吃坏肚子 菜是地里现摘的 鸡是现渣的 猪都是现宰的 你说怎么可能出问题呢 城市的宴席很高端 但是老有人吃了以后就感觉不舒服 猪是饲料味的 鸡是饲料味的 菜都不知道是从哪里搞的 加了多少防腐剂 喂养牲畜的饲料有没有超标 这个都不知道 未知的 所以在酒店吃习吃完以后 你会发现很果腹 不容易饿 但在农村吃习不一样 你吃了以后你会很快就饿了 而且在农村你会发现 不仅厨师会去吃那个习 办婚宴的他这个主家 也会去吃那个习 那证明什么呢 没问题啊 城市的这个宴席 厨师吃吗 那酒店的经理吃吗 那老板吃吗 不吃呀 有些矫情的城里人 在农村吃习的时候 经常说 这厨师怎么不戴手套呢 这些帮工的这些女的 怎么戴手套呢 那其实有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有没有可能这个手套 一次性这个手套 它就是不卫生的 你像我们自己在家里 做饭的时候 我们自己会戴手套 是不是也不会戴 但是酒店做饭 他会戴这个手套 所以农村的心 你是可以放心大胆吃的 他不仅没有科技与狠活 而且他这个七大姑八大姨都在吃 他怎么可能让这个人设崩塌呢 在农村做席的时候 你看有人摘菜 有人切菜 做席的每一个流程和工序 都在众目可归之下 如果说你这个 不洗菜 或者说你这个菜掉地上 你捡起来 放里面了 那一定会有人说 如果这一家的席 把人吃坏肚子了 一定会遭到千夫所知 所以让自己掉面子的事 他是不会做的 虽然他们不戴一次性手套 但是会勤洗手 你在城市吃席的时候 酒店会让你看到那些彩品的制作过程吗 不可能 为啥 因为那些都是医治菜呀 很多人在酒店吃了以后 回去还得吃一顿 还有就是有时候在酒店吃完洗以后呢 回去会拉肚子